这个女孩听信男人的一番鬼话 被骗到小树林 男人兴奋地拿出了皮带 把女孩的双手给绑起来 接着从布袋掏出一个木牌 上面赫然刻着一个死字 这一刻女孩慌了 喊着要回家 可眼前的四个渣男 怎么能轻易放过他吗 他们给女孩五分钟的时间逃跑 时间一到 四个男的就开始追杀他 女孩惊慌失措 听命大声呼叫求救 相反几个渣男听了女孩绝望的哭声 更加兴奋刺激 一个个露出情瘦的原型 看着他苦苦哀求的模样 几个男人更加兴奋 他们迫不及待宣布狩猎游戏正式开始 女孩夺命狂奔 跑到森林深处突然就停了下来 他娴熟解开束缚 若无其事扎好头发 神色冰冷 擦干脸上的眼泪 哪还有半点慌张的模样 原来刚刚一切都是少女的伪装 女孩是个专业杀手 这次他目标正是这个人渣 现在猎物变成了猎人 女孩开始了反杀 这个洋娃娃式的美女 竟然要猎杀刚认识的男友 他精心梳妆打扮 用口红在镜子上写我爱你 伪装成一个柔弱无害的小女人 穿着性感红裙和男人约会 男友高兴地把他介绍给朋友们 一起开车去往森林深处游玩 到森林后 男人们提议完真心话大冒险 女孩表示同意 拿出一瓶酒助助行 殊不知这酒已经下好了致迷的药 只要喝下就会浮现出内心恐惧的东西 女孩之所以这样对男友 因为这四人是群变太高富帅 以猎杀少女娶了 已经杀了多个女孩 他们把女孩当作新的猎杀对象 可殊不知女孩是个专业杀手 也准备着娶他们狗命 猎杀游戏开始了 女孩的第一个猎物 是拿着斧头的老四 在药物作用下 他看到了两个变态熊猫头 背下的连连后退 接着他拿着斧头一顿乱劈乱砍 满脑子都是熊猫头的他 根本不是女孩的对手 女孩趁机抢过他的斧 狠狠朝他的胸口砍去 女孩的第二个目标是棒球男 他小时被绑匪绑架过 最恐惧的是蒙面人 幻觉里他被一群蒙面人团团为主 背下的滋挖乱脚 女孩趁机从他身后袭击 随后将他打倒在地 接着女孩捡起地上的石头 轻松处理掉他 此时已经解决掉两个人渣 第三个人渣有个深爱的女友 他最害怕是女友背叛他 在幻境中女友正和老大亲历爱慰 愤怒的他一把掐住女友的脖子 但是下一秒女友变成了女孩 女孩挣脱束缚将人渣扑倒在地 狠狠地将他掐死 连杀个变态 女孩的体力和心理也到了极限 然而剩下的老大也是最难缠的对手 他看到同伴们的尸体 已经知道了真相 男人循着血迹追来 此时就站在女孩身后 女孩的头被用皮带绑起来 全身牢牢地固定在实验台上 一旁的男人拿出针管 注射进他体内 接着再次勒紧了他身上的皮带 转身离去 女孩一个人被丢入黑暗中 不久后 她的胸口剧烈起伏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她看到一个陌生男人来到身边 不由分说袭击了他 女孩奋力放逃 但还是被红尔摔在墙上 还好导师感到做了他一命 可画面一变 女孩依然躺在实验台上 而导师则冷冷地告诉他 他没有通过测试 女孩再次惊醒 原来刚才那一幕依然是梦中的幻觉 女孩刚刚在体验致幻剂的效果 这可以引发人最深的恐惧 接下来女孩将用这个武器 惩罚四个以杀人为乐的变态 现在她已经成功解决了三人 可是剩下的老大 是四个人中间最狡猾的 在之前玩游戏的时候 只有她没有上当 没有喝下含有致幻剂的烈酒 女孩只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 与她正面格斗 一番交锋之后 女孩险胜 把男人勒晕了过去 她本可以直接杀了他 可女孩拿出了有致幻药的酒 灌进了她的嘴里 她不想让恶魔死得这么轻松 她要她在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中 慢慢死去 等男人一睁面 发现自己双手被吊在了树上 脚下踩着一堆碎石头 一不留神踩空就会被活活勒死 这个自大的恶魔终于晃了 她不断地求饶 祈求女孩放她一马 可她从未想过 那些被她杀害的少女 也曾陷入这样的无助 男人说我什么都可以满足你 女孩却说 男人一边求饶一边说不 绝望的疯狂嘶吼 就在这时药物生效了 那些曾经被她猎杀的女孩 都从树林中缓缓走来 她害怕极了 试图呼喊让他们停下来 没想到她叫得越大声 冤魂越向她靠近 领头男害怕往后躲闪 结果一脚踩空被绞死在了树上 四个人渣都死于非命 得到了应有的结局 其实杀死他们的 并不主要是女孩的武力 而是多年做贼心虚的恐惧 他们手上沾满了鲜血 无论他们外表多么逍遥快活 这些鲜血不会消失 终有一天会将他们拖入地狱之中